穿着小鞋啊 尖头皮鞋啊 我就这个鞋 三双 这裤子四套 两套 我还有大地蓝 我就有世界名牌 红枝竹 今天外边是33度啊 你穿着不热吗 不热 你这头发挺有特点呢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别的大爷的乡亲都是变装变服 咱大爷倒好 70多岁了还是自信依旧 外面30度的太阳是一点不在意 染着黄毛穿着西装就出来了啊 魏润杰呀 你好叔 叔叔你这一套穿搭是谁给你搭配的呀 我看你穿着小鞋啊 尖头皮鞋呀 我就这个鞋 三双 这裤子四套 两套 我还有大地蓝 我就有世界名牌 红枝竹 今天外边是33度啊 你穿着不热吗 不是啊 你这头发挺有刻点的 这还短了 加了也可长了 你这头发散是染的吗 举点抹点 我个人来家抹下巴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刘姥姥金大光源 拉开眼界啊 外边顶着30多度的高温 大爷却里里外外穿了几大件 头顶黄毛脚踏皮鞋 还真是风光的不得了啊 虽然说乡亲形象好是重重之重 但是咱大爷这种 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想法 实在是模仿不了啊 44点 看看我就喜欢了 上电视走就行了 你就着急说 让我们看看你 啥样 我这样还行啊 这样就 我觉得气质特别好 你觉得自己气质特别好 对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利子 一想不到啊 说起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 大爷竟然都单身了44年 自打31岁和前妻分道扬镳后 自个这40多年 就再也没有开过婚 别说娶老婆再忙幸福了 就是连女人的手都没再牵过啊 还真是寂寞的不得了呀 哎 姨你好 红娘甜甜 穿太漂亮了 怎么喜情呢 以前没事我也这么穿 习惯了 出去干啥溜达啥的 我都就是爱打扮点 我不是说今天 好像那啥路这个事 我就特意打扮 我天天都是这样事的 从来不管什么时候 我只要出门 说下楼 哪怕买点灵东西呢 我也得穿利索的 就是没有别的爱好 就爱穿 我就从小就爱穿 就是上小学 想懂事就爱穿 一小钱 那咱在农村小钱 就是再没有条件 自己上山挖点药材 卖几块钱 回来 那咱那布料可便宜了 三毛钱一吃 我们一小钱年轻家 我卖了两块多钱 那买几次不回来 我妈就给我做一个小衣服 可漂亮了 有的时候你小钱小啊 头发长长了 卖了头发 卖两块钱 也买一嘎布 也做事医生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端午节吃纵的 皆大欢喜啊 都说男人爱美女的心 是从小到大贯穿一生的 女人的爱美之心 也是一点不落后 红娘一进门就看到大妈 穿着一身喜惊的大肤色 看来对这次相亲是十得必得啊 那上午啊你们来 我没来得及买点水果 完了也没有水杯 我家水杯我都搁哪都不知道了 啥也没有 完了挺干嘛的 我说你们走了之后 啊 嗯 说我说姓什么呢 啊免贵姓杨 姓杨 好啊 你呢 让我去喂 啊谢谢啊 咱们给全名说一下呗 好啊 让彼此更全名的 我们乖是不是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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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喂饮杰 喂饮杰 喂润杰 三年水 喂润 自润就润啊 对 我叫杨春莲 杨春莲 杨春莲 对 对 第一眼下 这个水水 外毛就是差不多的形 啥的一半块 有点土 她会穿衣服还会打扮 然后姨这头发还挺多的 你没注意到吗 我看了 啊 头发还不多 那头发还不多 那啥让头发增多呀 哎呀 像我这儿的 她这个 脸上 头发不少 我平时是大了 看我有 岁月一定会在我们的脸上 留下痕迹的 谁也逃不了 你也没有年轻的时候帅了 你肯定是褶子也比年轻的时候多了 这是一定的 这是信心来的 对呀 所以每个人都会衰老 那你不能挑他衰老啊 而且 咦 确实人家也挺爱打门 挺会打门 对不对 你看人家小头们卷烫的 是不是 真是土地妙里甜咕嚕 属实不妙啊 大爷头顶黄毛脚踏皮鞋 没想到两只脚刚踏进门 大妈这头就知乎相中了 知言外貌没有太大的要求 只要能找个合适的人相伴余生 就再也别无所求了 到时大爷确实不甘心 知乎大妈满脸褶子长得太老 单身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还真是心心满满啊 那不良是好吗 抽点盐 抽盐呢 喝酒吧 不吃酒 啊 我告诉你 拉剑 铺 辣椒爱好事没有 我跟你说 不良爱好 我那也抽两颗盐 我原先不会抽盐孩子 就是我家那个死了之后 他总有病 他病死了之后 挺艰难的 艰难艰难 后来 有的时候就哭了 坐那哭哭就去买盐去了 一点点的就把这烟就抽成了 完了之后那啥玩意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 实在寂寞的时候 还喝点小酒 不喝一口酒也不喝 完了实在寂寞 实在寂寞不行了跟你说吗 就出去五毛钱小麻将 跟他们乖的量吧 也不总玩 不总玩 这就是我不良爱好 你俩都抽烟这个事吧 挺好的 这样谁也不嫌弃谁说 谁还得为了谁戒眼 这个打岁数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一年也算是挺合适 完了麻将这个事 一夜不经常打 就是没意思了 我出来烦到我 看到我的样子 我自己就走 烦呢 那我偶尔玩两回 烦特别烦 真是做梦跳井 有惊无险啊 说起各自的生活习惯 大爷是喜欢抽烟 本以为大妈会心生嫌隙 没想到一了解才知道 人家也有点小烟瘾啊 童娘原本还贬得挑水 心挂了两头 但是现在问题都迎人而解了啊 不过这麻将问题 看来大爷是始终过不去这个场了 抽烟我不反对 打个烟烟特别好 我可以说心理话 他还在打个烟 把桌子给走了 我就在那边 我看到吧 我离当晚上看得圆圆 那你脾气真不好啊 不是不好 你干了啥不行 玩得玩 我不太打印 刚好就可被玩了 那不是周音桌的吗 那你给人桌的周了 你那个那个 还有面前也没面子呀 你这那么周吗 你就说教会 你还是真的给你整了吗 不好想 不能说 说是得 就是表达不喜欢这个事 是吗 对 心里想 特别 真是药店着火 彻底没救了啊 大妈和大爷一样 这么多年都是孤单寂寞独守空房 晚点麻将消遣也实属无奈之举 哪成想大爷是打心里接受不了 而且人家不仅是接受不了 而且还要闹到要掀桌子的地步啊 还有什么 对男孩有什么要求啊 对南方啊 对对我 有什么要求 我就是行南方嘛 素质稍微好一点的 脾气没有太大脾气 不讲理的 我不想可能在一起 起码的 你能知道 有疼有热的 互相能互相惦记一点的 要不找 郑大叔找老伴干啥呀 你说是不是 再一个没有爬的要求 完了之后 那啥玩意儿 工资啥的 放我 我挣的手 就是南方 不说的 咱也不说别的 能跟我吃喝的 那什么玩意儿 那什么 跟哥一起生活 熟也是这个意思 熟说我找对象嘛 就是吃喝用度 我就都得管 但是熟为啥问呢 熟就怕你说出来 说我得要多少多少 一个花钱 这个是熟最不喜欢的 熟的意思 比如说你喜欢一件衣服 2000块钱买 但是你要是说 管我要零花钱 要200 说一个月200 熟都不认可拿 因为他觉得这个事 不得劲 他是这个想法 我也不指着 谁给我多少钱 换我就好串 我喜欢 我喜欢穿的衣服 你能给我买就行 我也不能总管你要 他的回答你满意吗 满意 这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两人聊完了生活习惯 性格爱好 也不可避免地 回归到现实问题中 大妈也是胡同一感触 实来实去 询问大爷的 每月工资有多少 不过还等说到下一步呢 在一旁看着的红娘 就坐不住了 生怕大妈撞到枪口上 也是直言大爷 可以一时住行全报 不过要是伸手要钱 那就想都别想啊 好在大妈貌似也是不介意啊 孩子订房子 你 没法 没有 没有 大妈 大妈 这一会儿就回来了 还下班了 不可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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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可得住 这个看楼 自己可得住呢 那这个自己住呢 他们可得住 那你在长春 大臣在沈阳住 还是在长春住啊 我还得两下住 两下住 你要在长春住的话 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我还来长春买房子 那我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那姨 你没有考虑过说 离开长春去别的城市 换个环境生活吗 有的时候吧 我家那个两小孙子太小了 偶尔用着我的食物 我得帮一把 那我那孩我姑娘那两个小 双妈她孩子才两岁多 你说万一用妈家妈走了 一点都不管 一定点都不管 那不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本以为两人谈好了 经济分飞问题 就再也闹不出大毛病来 毕竟都说饭馆保险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哪成响一说到房子问题 大妈直言自个适合跟孩子同住 以后由于照顾孙子问题 既不能搬走也没有住房 难不成还要大爷再买套房子啊 房是我姑娘的 那个回那个本溪那边住不行吗 完了孩子有事你再回来呗 回本溪那边住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就得出相处才能知道 不实在不出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想不想跟姨处出 不想 不想 为啥呀 什么意思我都想 我这言吧 我跟你说实话 我觉得特别直 要什么就说什么 说 无所谓 啥叫毛病 你跟孩子有包 有不大 包袱 孩子有包袱 这是一个 大妈见了 那个也不好 不好 不良是好 还有呢 一地你来这边住我来这边住 出不了 就到这吧 那无所谓 反正都别往心里去 没事 没事 太麻烦了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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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聊了这么久 闹了这么多 最终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大爷是打心里建议大妈打麻将 虽然说这占据了一定的比重 但是究其根本 还是因为住房问题啊 不过咱大爷大妈也别气馁 毕竟终身幸福哪能一蹴而就啊